趁着夏天到来还有一些日子 我已经提前入了很多防晒装备了 跟你们分享一下 先给你们安利两款防晒衣 这款我日常真的很爱 基本有户外活动就会选择穿它 因为真的会显得腰线很美 日常去运动也可以当健身外套 它的肤感就是凉凉的 穿着一点也不会闷热 面料是自带防晒功能的 不管水洗多少次也不会降低防晒值的 第二件是这种长款 这个长度大概到我小腿了 这种是比较功能型的款 从头包到脚 就很适合夏天如果要骑小电驴 或者去海边暴晒的姐妹们 然后是这个面罩 这个是我去年在石家庄的时候就买了 像前段时间做了酵母 不能擦防晒霜的时候 用的就是这个属于硬防晒的范畴 日常推荐孕妈妈或者是素颜姐妹们 不想用防晒霜的话 就可以备一个这个 说到硬防晒装备 肯定也少不了防晒伞 这个伞是我挖到很便宜 但质量非常好的一个 伞骨很结实 雨天的话也比较扛躁 而且尺寸只有一个手机大小 一点都不沾地方 就用的还是这两个 一个是脸部用的 Misting的小黄帽 真的要给它安利烂了 就不多说了 然后是这个高姿的防晒喷雾 一般就把它当成妆后补喷 和喷身体 这个质地就是很清爽 防晒力度也是非常在线的 日常上下班基本是无压力 最后其实是一个辅助装备 这个沐浴油 你们会不会觉得身上的防晒 和塑盐霜 感觉普通的沐浴露洗不干净 这种沐浴油 它就能帮助卸掉防晒 然后又能滋润皮肤 这瓶我用了整整一个冬天 洗完之后真的就润润的 不擦身体乳 也完全不会起皮屑 我为什么执着 让大家注意防晒 不是为了肤色焦虑 是因为紫外线 带给我们的衰老 和斑斑点点 甚至是晒伤 都是后续要花 大家钱才能弥补回来的 所以夏天要来临之际 大家一定要记住 做好防晒哦